等下,所以抱歉,刚才突然间断掉 等下,所以这里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这个K1就是你的preparation and set of material 然后K2就是control variable 所以尤其是第五题的,它的schema这里应该是没有写好了 所以它就是put 5ml of albumen 所以我们就是要make sure albumen的量是一样的 所以它可以就是K2咯,顺便又是K1 第六的话就是K4 所以通常你们要写K4的东西呢 你就是acidic,alkaline跟neutral 第一个就是acidic 然后neutral alkaline 看到 有啊,这里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这里的话呢,你就是,其实你这些K1,K2,K3,K4,K5呢,你不需要去写啦 你就只需要懂得,你写它的procedure的时候 记得K1,你的preparation of material,你至少要写四到五个 control variable,你要记得,based on你们之前的variable 之前这个上面的variable,写出一句就可以了 OK,responding variable也是一样,写一句 MV,一句,K5,precaution,你不懂的话,就下面第13了 看到啊,如果K5,你不懂要写什么东西的话,就13了 repeat experiment多少次,to get average reading that's all,就是这样 好,然后只是,只是有一样的就是,那一个K3那边的responding variable 它会有一点点tricky 你可以看到第12跟,不是,第11跟13会有一点点一样 不是不是,第11跟12,抱歉 第11跟12会有一点点一样 所以呢,11的话呢,你至少你要写一些些东西啦 OK,你要,如果你要写你的那个responding variable的话 你要写你的responding variable的话呢 你至少你要写observe and record the condition 或者是cloudiness of the mixture 你要优化你的句子一点点哦 OK,你就可以得到RV咯 然后12呢,如果你讲record all data in table 或者是tabulate the data的话 通常都是k1 OK,如果你rent out of idea 就是说不懂要写什么k1的话 其实你记录,把你的资料记录进去 table里面那个算是一个k1 对吗?它算是一个k1 所以记得k1,你多少,你都要凑齐四到五个 四到五个 OK,通常k1都是around就是四到五 然后k2到k5,每一个都要一个 你就会拿满三分了 如果你是那种完美主义者的话 你要写整篇那个是没有问题啦 那是最好啦 OK,然后只是呢 再强调多一次就是 画diagram它就只是一个extra罢了 它不会有分数 只是呢,它会帮助考官明白你在写什么 抱歉啦 OK,它会帮助考官 它是一个bonus来的 帮考官理解你在写什么 OK,有时候 有些学生broken english嘛 所以就是考官看不懂你在写什么东西 所以你画一个setup的话 他就看得懂咯 前提是你有时间你就画 没有时间的话 不要浪费时间再画画 OK,因为它是没有分数的 OK吗? 所以就是这样而已啦 所以它整个experiment 你可以看到它copy and paste你课本里面的东西 然后只是你要slightly变一点点啊 就是acidic,neutral跟alkaline咯 就是要based on它的问题那一边咯 OK吗? 所以这个是albumin啊 所以记得albumin 不是albumin啊 这个 这个不是啊 所以不要掉入这个陷阱 OK 所以如果一样还来不及抄的话 我这个东西是会share进去的 所以你不需要现在抄到完了啊 OK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 我再proceed哦 所以我proceed啊 所以这个1到13啊 所以它其实它的那个proceeder 它没有限制你写多少 你能写多少 你就写多少啦 OK 就只是 你就知道 自己知道 你要based on这5个k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个我就不讲那么多了啊 所以拉下来 所以另外一个的话呢 其实是靠海咯 因为靠海的话呢 它就是完完全全跟着你的实验啊 跟着那个题目咯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题目呢 它给你vinaigle 它给你lime powder 它给你distilled water 所以它就跟着就对了 一模一样 所以它跟你上面的album一样 所以就只是它slightly 变一点点哦 所以tripsin的话呢 记得 如果它有出现这些enzyme的话 记得写它的concentration OK 因为往年有些学生 你知道他们怎样写吗 他做一个实验的话 他就只是纯粹写一个 0.1mHCl 然后再加 多少 eml tripsin 然后呢 再加 没有啦 就这样哦 完全就是没有写volume哦 就因为这个是你的planning 至少要写一个volume 跟concentration 懂吗 OK 记得写 volume and concentration 你才会比较像一个experiment 所以就 不要车到太远 就 agat agat就可以了 1ml跟0.1 那就OK了 就记得写volume 跟concentration 这种的planning OK 所以靠话也是一样 所以我就不要浪费很多时间 再接下来 拉小最后了 OK 所以这里的话呢 最后一个就是你的那个 presentation of data 就只有两分而已 这里呢 你就 跟着你的那个实验哦 你如果procedure里面 你写279 你又写279了 OK 你又写279了 所以呢 他的那个criteria 你一定要有一个mv 一个是rv咯 OK 就是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xperiment 或者是after 20 minutes 这一个presentation of data 他是没有提示 是你们自己要懂 要写了吗 OK 所以通常 通常 如果他involved在 比如讲 时间 重量 高度 等等之类 或者是他完全是没有给你value的 是你自己凭空想象出来的 他通常都是要at least three 至少三个 至少三个 记得 至少要写三个 不要写两个 除非 除非他像跟你们之前 chapter one form five的 transpiration那边 chapter one transpiration 他其中一个factor就是 air movement哦 所以呢 你一个就是 有开风扇 有moving fan 或者是no moving fan 这一个的话 两个是可以 OK 这个的话呢 两个是可以 只是呢 你讲 比如讲 有ph 有temperature 有 那个重量体积的话 你至少要三个 OK 除非是没有办法的话 就OK 所以记得 至少写三个 对吗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今天就这样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就这样 下一次我就是会讨论 那一个 统策的那一个 答案 对呀 所以这里还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如果没有 我们今天就这样 所以这里记得写 unit table就是要写unit的 table就是有unit的 table就是有unit的 嗯 嗯 所以如果剩下的没有问题的话 就直接断开了 所以就 3 2 1 所以下一次再见